但是那時候基本上是沒有臨床微生物老師 那是從很多這邊的師長告訴我的 但是如果要談說 為什麼我會回到成功大學來 一般的大部分的留學生 做完Postdoc大概兩年之後 大概就在尋找他可能未來自己的career 那當時因為我是在一個剛好分子生物 開始名牙特別在做矽進的這一塊 事實上有很多的生技廠商 也透過我們的老師 就是我的supervisor在博壽研究院 那他也來跟我們接洽 那當時我也有一點心動 那也就是事實上也有一點說 本來就要到生技公司裡面 去做研花的一個工作 當然就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重要還是因為我太太的一個因素 他認為兩邊父母親都年紀也很大了 然後再加上 就是說從美國的一個現實面來說 當然現在他要你 當然也許有你的優勢在 但明天不要你 當然有時候就很難難以生存 那從我的觀點裡面 當然因為我已經 在那個時間點我已經離開台灣十年了 我事實上對台灣也可以說相當陌生 而且我也沒有什麼同學或特別的學長 因為我本來就是在台灣 就讀一個專科學校畢業 然後一路出國 台灣的很多的學術界奄言不是那麼深 當時也是因為我 當時也是因為我太太 也是說你不是認識你以前嗎 你以前剛好是跟我在同一個學校 Temple University 在讀PhD的時候 她算是我的學姐 那她說你至少認識她 所以我當時也就是因為順從我太太的意思 因為我太太當時是認為是說我們的父母親 兩邊父母親大概年紀都很大了 然後再加上她是說如果你現在能夠找到事情 雖然有生機公司都可以高薪聘請你 但是事實上這種在國外的求職大家也知道 有時候她今天想要你就要你 明天不想要你就不要你 但是對我們的這個security來說 就是有小孩也有小孩了 所以當時也有這種遊意 雖然是不錯 但是也可以有高薪 那我也跟我太太講是說 然後既然如果是這樣 但是我在台灣也沒什麼特別的朋友 因為我們也不是在台灣有很多學長 或者在學術界裡面 或者在醫院裡面 雖然我過去在醫院也做過幾年 但是那個都是已經十幾年前的往事了 至少那時候我太太說 你也知道林以賢你的學姐 至少那時候我們在Temple的時候都還有在一起 所以我就那時候我就很簡單的把我理力 就是送給林以賢 沒想到當然林以賢就轉給黃院長 因為當時他們維緬所 維生物的時候還沒有研究所 大概就是維緬科也需要有矽進的老師 當然我的專長也符合 後來是因為英俊系在成立 成立之後他們那時候還根本沒有矽進的老師 黃昆妍教授當然有一次他剛好說他要到國來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他也是維生物年會 他告訴我半夜打電話給我說他要來 希望說我能夠跟他在 這個San Francisco Haya Hotel 的Lobby我都還記得很清楚 就是他Lobby跟他來碰面 當然我後來我就是坐飛機從San Diego 坐飛到San Francisco 跟他碰面 碰面的時候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黃院長他當然有他個人的魅力 因為我從來沒認識過他 也從來沒看過他照片過 那時候我記得林以賢老師告訴我是說 你看他就一樣知道他穿著 非常著重非常注重的一個老師 一個院長所以你一看就知道他的 那跟他在短短的相繼 大概也一兩個小時的聊天裡面 當然他也一直在說服我 當然回到台灣來 有多好的一個美景 宴景 那當下我自己也沒有說 答應不答應的問題 我只是了解說有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回來事實上也是跟我太太交差就對了 說我也去見了這個黃院長 那大家聊得清清楚怎麼樣 那後來我也沒當做一回事 我只是說好吧 那就等他們有沒有消息 因為事實上在美國那時候 生技公司已經在接洽了 那我準備也要去做這種簽約動作 那做這個簽約動作 那當然大家考慮就比較多 有一些思考的方式就會不太一樣 但是陳大這一邊回來以後 我沒多久我就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聘請老師 在那時候也是一樣都要三級三省 那從以前第一任的創系的 系主任是吳華林 吳華林也主動也寫封信也給我 那時候說他也極樂意來聘請我這件事情 後來當然是因為通過宴的教評會 然後到校的教評會通過以後 我順理成章在六月 如果我記得沒錯 那時候大概六月底的時候 就收到他們的通知 只是我也不知道 那時候跟現在是不是一樣 我記得那時候 好像過了也只是一通電話來過了 也沒有白紙黑字也沒什麼 當時我都還感到很驚訝 就是說因為在要回來之前 我還 我記得我還問過你以前說 我怎麼都沒有收到 真正的一個official的一個 這一個教職的一個信 非常official 他說沒有啊 他說那時候就是打電話來 就告訴你通過就通過 你就回來就對了 那當時回來台灣的人 並不是那麼多 所以回來的時候 那個清虎會 我記得很清楚 清虎會也有什麼搬家會 什麼禮片 那個就是回國學人 都有一些補助 那補助館事實上是也不錯 對我們當時 那當時在那種當下裡面 因為我太太的這個 就是我的丈母娘 我的業婦事實上都80出頭了 所以他們也當然也希望看到 我們能夠回到台灣來 只是我對成功大學 事實上是相當陌生 我事實上是在台北長大的一個小孩子 當然 但是也很少到成功大學來 因為那時候我讀莊科 從來沒想到說 有一天你也會在台南 來當一個教職 當然我這個人大概從小就是一直在玩長大 所以我對任何一個環境 我個人認為是 是還可以適應 所以當時就當下就 我說好吧就準備要回來 回來的時候還是有一段 當然我們的教授也希望說 你應該可以在美國那邊做一些更好的發展 那你為什麼要回來 那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除了剛才我講的那些因素之外 那我也一直覺得說 事實上我在國外 在那個10年11年的中間 我也在那邊有工作過 我說工作過就是真的有在醫院裡面 當過一個醫檢師 那也了解他們整個一個系統 那我也認為是說 如果我回來的時候 能夠把我在那邊所看到的 所學的 對台灣有一點回饋的話 我覺得也很不錯 至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想這個當然也就是回鍋了 這個整個的一個變化 大概是如此 好 我想大概這個是 大概來龍去嗎 大概是這樣 那當時就是 你後面要講說 為什麼你就來成大 好像沒有 你剛才真的聊過 你剛剛是不是太高了 特別有時候 為了你選擇來這裡 沒有人先用信用 沒有關鍵 沒有跟 那個關鍵大概就是 沒有簽約的那時候 沒有簽約最主要是 就是自己在遊誼 那遊誼說到底 因為一走 然後就是走到生物科技界了 那就跟 你也知道 在生物科技界裡面 通常面對的就是 開發新產品 那新產品 當時我在想是說 好 一個公司一定有 他特殊的一個mission 那我這種人 一向自由貫的 我很不喜歡 這也是我的個性史 不喜歡被框框在一個地方說 好吧我就要研發這個藥物 我就要研發這個技術 你每天就是做相同的東西 就是為了這個而這個 不是像說 在一個協數界裡面 譬如說我今天在成大 我今天如果走這個研究 我可以拐個彎都可以 但是在生技界裡面 有時候很難 因為這是一個公司的policy以後 一個政策一個擬定以後 你就是要往這條路 一定要去開發往這個方向走 這個對有時候比較 違反我自己的個性 所以我希望比較看 那個也是讓我猶豫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那個也是說 如果能夠回到 台灣的協數界來 第一個 我當然能夠做自己的研究 第二個 這個我又能夠跟我的醫檢背景 整個又結合在一起 也許可能讓我的發揮的空間 更寬闊 這個是 這個也就是說 我一回來以後 這個維命所就聘我為堅韌的老師 從已經將近一二十年來 大概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在自己的醫技系裡面 也有一點發揮的空間 然後再加上跟醫院整個 能夠結合在一起 因為我也是appointment到醫院裡面 當一個兼任的 這個醫檢師 那事實上對我來說是很花揮 還滿有花揮 有所作為就對 然後再加上 老師是一個比較自由度 比較寬廣的一個職業 至少在台灣的領域 我想在國外也是一樣 所以我這種人 比較喜歡無拘無束的生活 你也不要告訴我說 八點鐘我一定要打卡 哇 這種對我來說 這個是一個惡夢 因為大家也很清楚 我事實上是一個早起的鳥 所以你叫我八點鐘才來打卡 那對我來說 這個實在是 不是我的個性 所以我認為我選擇 這個教師的這個行業 事實上也適合我 大概是這樣 如果他回到當時二十幾年 如果現在再回過來看 你的意思是說 事實上如果現在回想起來 當然我可以用一個對照組 所謂對照組的意思是說 當時我在Paul Stock的時候 也有一個是台灣人 台灣人 但不在同一個實驗室 在隔壁的實驗室 他選擇的是留在美國 我當時選擇的是回到台灣來 但是他留在美國的時候 他第一個去的一個生技公司 大家都知道亞培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生技公司 他們也做很多 包括醫藥什麼通通都有 但是現在已經二十年來了以後 以前的那一個我的好朋友 現在他已經轉換 三個不同的行業 從亞培 後來又轉到布团Smithcrime 然後又轉到另外一個公司 就轉了兩三個公司 但是每一每他告訴我是說 我的選擇是對的 因為他看到我在台灣的 整個一個發展 雖然整個台灣的居住的環境 當然絕對沒有像歐美 或特別是在美國 你那種整個一個社區環境 但是事實上回來之後 當然我們能夠貢獻的地方 絕對是比在美國 可能更寬闊 所以你如果讓問我說 如果我回來會不會後悔 當然我是絕對不後悔 如果叫我再來過 會選擇這樣的話 如果當時 未來如果我還有智慧 或者是現在來說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 就是回家的路 回到台灣自己的土地來 老師有沒有提問 會後悔是 會覺得二十年會 有疑問 其實我在我的人生裡面 說實話 我沒有什麼叫後悔 因為這個如果你在看我的成長背景而言的話 我事實上我常常告訴很多人 我小學有一點在晃靈班長大的 這個從來也沒有人想到說我今天會 我讀完博士學會 然後在台灣的大學裡面在當教授 我事情也從後沒想過 當然這個可能跟自己的家庭背景也有關 我的父母親就是喜歡 你喜歡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在回想到民國五十年那個年代 五十幾年那個年代 你可以想像得到 一個小孩子在國小要考初中 我們是考初中的年代 然後考初中的時候 我台北市的孩子 還要跑到台北市去考一個 現立的一個中學的 那個實在是 對父母親來說是有一點 好像在街頭巷尾 大家覺得說這個小孩都沒什麼要讀書 那好像七頭小孩就對了 但是我父母親也沒有強迫說 他們是有提說 因為過去你知道 從初中高中大學到現在都很多的重考生 有重考的 以前我們初中也有很多人在重考 但是我父親只是說 父母親只是問你說你要不要重考 我從來說No 我不喜歡 因為我的個性 我想到現在已經 我不喜歡被極限在一個補習班裡面 每天就填鴉式的在讀 讀他想背的東西 也許有一年能夠考得更好 隔一年可能更好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犧牲實在太大了 我覺得人各有他自己的一個 這個優勢在 也許在那個年代 我並不是那麼喜歡讀書 我只能這麼說 但是回想 如果再回想過來我的生活 雖然是繞了一個大圈 但是如果現在以說 在讀書的範圍裡面 或者是它的寬緩度 我相信我還有我自己的世界在 因為事實上我接觸的面 面相從小在玩長大 然後到初中也是在玩長大 然後也就比較走向 跟自然環境有關 能聞社會有結合 所以我覺得事實上是不錯 現在回想起來 如果再叫我來一次的話 我也希望能夠有 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處理 對,我們はい 對啊 你好 謝謝 老師剛剛我後面那一段沒讀到 你剛剛講後面那一段是什麼 我忘了 我在講 沒有啦 我最主要是在談 就是後面那一段的話 就是我從小 我是在晃牛班 可以說是在過去在寧國五十年代 是在晃牛班長大的一個孩子 因為台北市的小孩子 不可能到台北縣去讀書 那當時就是因為考不上 台北市的聯合招生 你們知道那個台北市 有台北市的聯合招生 那到台北縣 那台北縣裡面你也可以了解 那個算是比較不注重考試的 所以當時大部分的家長 都主張要重考初中 或甚至高中或者什麼 當時我父母親當然也問我 但是我從來沒有答應說 我想要再重考 我認為重考對我來說 那太痛苦的一件事情了 因為我覺得一年被關在補習班 除非自己小孩子如果真的願意那也好 如果以我的個性我絕對不願意 被關在屋子裡面 然後每天再背再記重新來做 我倒以騎這樣子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在新宗中學讀初中的時候 在台北縣新宗中學讀初中的時候 我海闊天空 我雖然每天要坐公路級的車子到新莊 從過了台北橋三重 然後到新莊去讀三年 每天來這樣來來回回 但是我覺得我還滿享受那時候的生活 結交一群好的朋友 到今天為止 你可以看看已經四十幾年過了 我們還在聯絡 所以有一點說這群朋友 事實上在當時所結交的 到現在大家都還相處得很好 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雖然當時是稍微不會讀書 所以初中考高中當然也沒有考得很好 我們也考不上台北市的一些高中 所以我才選擇去讀壯歌學校 壯歌學校我想一想也給我海闊天空 所以我在那個階段裡面 我參加各種不同的社團 登山 僑藝 完全樣樣我都參與 這個是當然跟個性史然有關 所以我到今天 我一直覺得我還很幸運 能夠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這種家庭成長 父母親也沒有壓迫你 怎麼樣怎麼樣 你會做什麼不可 但是事後現在想起來 現在已經五六十歲了 在回想這一段往事的話 當然有些人真的需要感激 特別是自己的父母親 因為在當時 你如果想說當時的環境 因為街頭巷尾 每個人都是很會讀書 每次回來成績單 就要父母親蓋章那種感覺 你可以想像得到 一個十幾歲的孩子 每天都父母親蓋章說 你都是在八層 就是坐在店後的 每次班級五十幾個排下來 都是在五十名或四十幾名 然後都是紅字的這種感覺 實際上是很不好 但是我想如果這樣想 父母親也承受在那種街頭鄰里 那種壓力 我可以想像得到 但是如果再回想 現在這樣一段晚事的時候 我真的是很佩服自己的父母親 有這樣的在受到這種各種不同的一個壓力下 他還是尊重自己他的小孩子的選擇 這個是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那參加師弟聯盟的事情 我參加師弟聯盟這一件事情 事實上 當然我剛剛也稍微提到過是 我從小就是喜歡玩 從國民小學的幼童金到初中的童子金 學校的童子金還參加不夠 我還參加羅湖童子金 也就是社區 我住在台北市大童區 大童區有自己的一個社區的一個童子金 我還參加 學校的童子金也參加 外面社區也參加 那大家都知道 參加童子金就是在玩 他有各種不同的活動 當然這種活動都是比較正當的一個活動 然後教你做服務人群的一些事情 有了這個背景之後 當然我到專科學校以後 也積極參與很多的登山活動 然後這些活動當然培養 我喜歡大自然的一個性格 在大自然性格以後 送時我到美國讀書 事實上我也很喜歡 而且我也加入到當地的 local的一個就是環保團體 這種環保團體讓我訓練成說 事實上當一個人到成長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應該要對這個society 有一點 contribution 你在你個人有閒暇之宜 你應該對這個社區 對這個社會做一點服務 那我回到台灣來之後 我事實上就跟大部分的老師一樣 事實上是很忙 我太太 我們就住在我們成大的宿舍裡面 有一天她看到報紙 她說師弟聯盟 她在有一個類似一個訓練 然後要徵求義工 我太太知道我的個性 她就自己幫我去報名 幫我去報名這個訓練 所以我還記得很清楚那天就是週末的時候 一兩天我就到在我們台南市的這個 那個智障的學校 就在台南市民族路這邊 去參加那個課 參加課之後 當然我們就很多人都會參加這種課 訓練班去課 那我聽一聽才了解這一塊的台南生態 因為我不是台南人 那也了解說台南也有這些紅樹林 整個一個生態 怎樣怎樣 回來之後我也就 因為那時候剛回來沒多久也忙碌 但是忙碌當時就是 師門就是有一群人 他就是義工 他義工他就常常打電話去關心你 那關心你 他常常打電話到你家來 然後就問 就說如果有空的話 就來跟我們聚會 那他們常常就利用禮拜三的晚上 就在林森路這邊 那我就騎個摩托車過去 每個禮拜三去跟他們聊 然後做一些事情 那漸漸的漸漸的 當然我也滿投入的 對於這個社團的一個改造 對於我對環保團體的看法 那久而久之 就被當時他們認為 在社團裡面幹部人 就有一點提拔 他們希望說有我的理念 應該可以來服務這個團體 那後來我也寫了很多的 在師門的雜誌裡 寫了我一個義工的一個心聲 我寫了好幾篇屬於我自己的看法 那後來他們就是一直在推擠我 就當然也是選的 投票 那當然 我也做了師弟保護聯盟 然後帶領師們也走出 更走向國際 不管是國際也好 或是國內 讓整個比較容易生根 那這個是我過去十幾年來 到今天為止我還是師門的一個義工 雖然我也做了兩任的理事長 那目前當然也是常務理事 然後也參與很多 但是我喜歡自然 我喜歡對做一些設計性的服務的工作 所以到目前只要我有空 只要禮拜天不被占用 特別是有一些醫學會議的事情 我大概都會攜家帶見 就是到去釋草 做一些服務性的工作 致驗Volunteer的工作 十幾年來如一日 這個是我自己到今天為止 但事實上在我回到台灣來 對我最 事實上那時候還沒參加環保團體之前 我最大的那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台南是一個古都 對古蹟 所以當時我事實上也是 台南古蹟的解說員 不管是用英文來做解說也好 或中文解說也好 我早期也投入 所以那時候台南是有五十幾個古蹟 我事實上每一個古蹟 我通通都去拜訪過 也通通都去花了很多的心思 是瞭解台灣的歷史 過去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最不喜歡的講實話 就是歷史跟地理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讀的都是中國歷史 中國地理 叫我去背很多東西 我到今天還是很痛恨 用痛恨這兩個字你可以想像 果文要叫我去背那些詩詞 你也知道 這個是我最不喜歡 你叫我去想 叫我去理解某些東西 我還滿願意的 叫我去背我當然不願 但是我來到台南以後 我真的花了很心思 去瞭解整個台灣的過去的種種 所以我後來也成為一個 就是這一個解說 那是早期的 大概1992年93年 那時候我在台南 所以到今天有很多的一些老朋友 他們來台南也總是希望說 吳老師能不能幫我們再講一講 外國人來 有時候也找我去做一些解說 我也樂意的 只是我認為古蹟現在當然在台灣 已經也發展得相當蠻穩定的 而且台南現在有很多志工團體 而且古蹟的東西是活 就是說它是活 把它活生生的呈現出來 而且是被國家保護著 所以大概它不會多大的改變 但是生態這個東西 它是隨著時間一直在變 所以你今天不做 明天絕對會後悔 古蹟它已經被鏈定了 不管是哪一種古蹟 一級古蹟 二級古蹟 只要它變成認定為古蹟的話 它就是被保護了 那保護就不會被再破壞 因為這是按照國家的法律是這樣子 但是生態的東西一直在變 所以我們每天在關注著 各種不同的生態環境的改變 當然台灣的環保團體相當多 光是台南市 也就有幾十個這種類似環保團體 只是有些環保團體 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都是volunteer 所以組織並不是那麼健全 那以為我們私立保護團體 這個也是屬於中央的 因為我們是屬於 全國性的一個環保團體 事實上這個組織還滿健全的 當然這個還是需要很多人的一個努力 所以要靠著很多的志工 那志工大概就要有靈機力 然後要有共同的一個共識 然後去做推動某些事情 那這個是目前 也是我今天還在做的一件事情 對 老師我們上次也去拍上課 那樣去判河上去 那一段你當時我一講的 我忘了 我已經忘了 你當時我會有做一個教學的節目 是 那時候從未想到他希望 我們幫你開一下教學的課程 因為當時我好像說 我還在學到我一學 不想做 剛才就在教學的課程中 我已經忘了那時候講的 是 我想那時候老師還記得 我也忘記了 那時候我們在那個 在那個序谷上上一段 那個聲音不太好 所以我都一直很想來重溺的那一段 但是我不知道那一段的連繫性是什麼 我也忘了 那時候我們本來也上課程中 因為後來你到課程中 你也要上課程中 有 對 後來我再上課程中 就是後來我再上課程中 關於整個課程中 下課程中 你剛才有講到課程中 這個你在講到課程中 嗯 就講到課程中 那跟講到課程中 有什麼關係 那我認為我要把課程中 解釋 我OK 如果談這樣的話 我覺得我的個性 事實上到今天我的教學 我都一直 因為我主要是教細菌 特別是跟微生物有相關 我一直跟學生強調 如果你只是在背細菌的名稱的話 那你就背了你就忘了 教學一定要跟生活結合在一起 那如果以細菌來說 你不管你今天談哪一支菌 因為我們今天所談的 因為我們在醫學院裡面 所以所談的是跟人有相關的 會造成人致病的 特別是致病的 那它為什麼會造成致病 在我們環境中也有很多 如果以黑面皮膚當年所發生的 這些事情來說的話 那黑面皮膚我們大家都知道 現在事後大家都知道 這是漏毒感進所引起的 漏毒感進的毒性所引起 那漏毒感進是哪裡來 漏毒感進的毒性的功能是什麼 所以如果你能夠 跟學生來講解這些事情 然後跟生活面整個結合在一起的話 我想學生在學習中 會可能會有一點 事半功倍的一個效果 當我在談到葡萄球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食物中毒是每天 每一個人都可能會發生的 那這種發生的事情 它為什麼能夠那麼快速 你可以從學理性 細菌吃到你肚子裡面來 它基本上它會造成你 晚上吃得快以後 兩三個小時以後 就會造成你嘔吐 腳痛 然後拉肚子 為什麼 如果它只是細菌的話 它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 它一定是吃了毒素 那毒素為什麼會造成 難道它是沒有煮熟了嗎 有些人一定會說它煮熟了 事實上這個毒素是 對樂是很穩定的 那我在講這些的時候 我總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把生活化的東西 能夠結合在一起 然後讓學生能夠了解 這樣的一個事實 我覺得對學生來說 絕對是更好的 在學習的效果上會更好 到土壤裡面走出戶外的話 也有更多的 你可以看到在溪谷的海邊 你也看到很多的潭土魚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魚蝦貝裂 從這些生活面裡面 我們可以告知人家 你從一個屍體 你也可以告訴牠是說 這個可能是受什麼污染 那可能會造成怎麼樣的一個疾病 如果人吃了這一些 你可能會引申的後果是什麼 事實上這個是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學習 我認為是值得的 那學生也不一定要極限在 聽老師在上課只看寬燈片 然後只想口述的這樣的東西 事實上應該多做一些戶外的教學 所以我通常是鼓勵學生就是走出戶外 或是走到博物館 去看看過去的一些種種 人的前輩所餘慮下來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是對 個人絕對成長是有絕對的幫助 你剛剛講到本期會說 有沒有可能在伴侶 找到戶外來講 我剛剛講鼓勵學生鼓勵 去看細節 你希望大概多長 兩分鐘 OK 好 因為從教學就是鼓勵學生 因為如果以後我們要做節目的話 其實就這樣做 對 然後 好 從教學面來看 我絕對是鼓勵學生到戶外去 因為從戶外的例子 活生生的例子 特別有實際的例子 那以現在我們在七股來看 黑命皮膚是大家最熟知的 這一個國際的一個保護的鳥類 但是前幾年 大家都印象蠻深刻的是 它有受到漏毒感菌的一個污染 當你在談微生物的教學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跟漏毒感菌的污染 所造成的鳥類的死亡 跟你在上課能夠結合在一起的話 我想會達到事半功倍 那這一種在鳥類所造成死亡 是不是會造成人類同樣的死亡 答案是可能會 但是如果你在教學上又強調說 這種毒素 對鳥的毒素跟對人的毒素 又是不一樣的時候 造成鳥的毒素 是某一類 某一種形的時候 那對人類是某一種形的時候 然後甚至你可以引申 現在很多的美容 大家 女孩子喜歡漂亮 能夠 為什麼他能夠打漏毒感菌 這樣整個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相信對學生來說 他印象絕對會特別深刻 為什麼 所以因為他是跟生活面結合在一起 而不是史記那一些什麼毒素 什麼名字 什麼作用機轉 什麼什麼等等 所以我想能夠把生活面結合在一起 絕對是值得的 那如果兩位老師說 老師 我們當時開來是和尚界 對 所以你可能會在和尚界 也算跟談經理 OK 好 如果談到在西谷海邊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 這個遺蝦貝類 那當然在對小孩子來說 或對一般學生來說 當然和尚界是滿常看到 但是如果你去看和尚界 和尚界也可以造成死亡 但是如果你去看他造成死亡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每次 你可以看到泥糞 那所謂的泥糞 就是他吃東西吐出來的那個殺力 但是如果殺 他的有機質被污染的時候 被某些毒素污染的時候 也可以造成 或者細菌性感染的時候 也會造成這整個和尚界的整個死亡 大量的遺蝦貝類的死亡 是滿常見的 談吐儀也可以造成死亡 那這個死亡 當然也因為可以受到 這個我們農藥的使用 所造成的 那甚至就是一些腐敗性的 這個毒素也會造成這樣的死亡 那這一些事實上都是跟 我們在學習中 我們如果以臨床為生物角度的話 事實上也是有很多 息息相關的一個事實 這樣 老師我們就是在談一個 既然生觀 現在就是你的人生觀 後面在做 說自己蓋作品的那種 是 他當的程序要發言是那個 他很簡 很簡單 我覺得是在我們做節目可能 老師你先就是 我需要是比較精簡的 就是從臺北去看 這樣很短的 可能就不到兩分鐘 你說從臺北去 回到這裡 就是看到這個聯盟 看到這個聯盟 我覺得 我想把你這個 濃縮成五分鐘的講完 這樣有沒有可能 然後自己 你的最後人生觀 就是在講那個 做自己才是對的事情 沒有 事實上 我覺得在人生的每個階段裡面 至少就我的角度來看 每一個人都有在他的十字路口 當你在做十字路口的時候 你一定要make your mind 就是你要下定 你很多的一個decision 決定 那決定的時候 當然你都是要深思熟慮 你為什麼要走這條路 當你要決定了這件事情以後 如果以我的個性來說 我就不會再回頭了 如果是做後悔 假如說 所以我剛才講到 我是我不在做後悔的事情 我覺得我做了 是經過當時的利己性的判斷 也許會失敗 也許會怎麼樣 那當然就是已經成過去 所以你自己認為 你的價值觀 你的判斷 認為這個是對的 那你就去做 也就是說 你也應該要活在當下 你認為現在 你該enjoy什麼事情 你就去enjoy 不要說 我等我做完某些事情 我再來做這些事情 我想每個時間點 這個就像我常常出外去玩 我想每一個人大概都很多出國的機會 去看東西買東西 當然如果你看到你喜歡的東西 也許說這個10塊美金你覺得很貴 以我的個性的話 我覺得我很喜歡我就買了 也許你到下一站說 同樣感覺同樣是8塊錢你被騙了 那我說騙就騙嘛 就10塊就10塊 反正我就買了 也許你過了這一站以後 你永遠看不到有這個東西了 那你當時又要後悔了 所以以我的個性 我覺得我很喜歡 那我覺得我付得起 當下我覺得我付得起 10塊美金或20塊 50塊100塊美金 都沒關係我就買了 也許人家說貴 人家會說便宜 那是別人家的作為 我有我自己的判斷 所以我常常做事情就是說 很多事情 這包括以後 我當很多主管的時候 我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分析以後我就做了決定 然後當然一切承擔就自己來承擔 不管是對 失敗或是成功 都是完全自己 我想這個是我一個人的自我判斷 那因為這個是跟你過去的教育 過去環境的訓練所造成的 那所以我也認為是說 你對於對的事情 你可能也要有所堅持 你認為自己的價值觀 但是你價值觀也許不被認同 那也就是在這個年代 大概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你也就認了 但是你至少要表達你自己的意見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那如果我從整個 當然我現在也五六十歲了 事實上離退休也越來越近了 那我們常常在看我們自己一個人的過去的時候 我剛才我強調過 我真的是很佩服我父母親 能夠讓一個小孩子 能夠有自己的一個發展 那當然他也不會擔心說 這個小孩怎麼會去變壞 會去變壞 像我讀專科的時候就到新竹讀書 你也知道很多人從台北又到新竹 一個對一個像高一的學生就跑到外地去讀書 當然有很多小孩子變不好 但是有時候你就要相信別人 你相信自己的孩子 你相信你在所受的環境裡面 已經告訴他什麼叫對或錯了 那這個也影響到 我個人認為也影響到我的一生 所以跟我共識的所有的人 我永遠都是相信他 你就真的是就像我們常常說 如果你真的不相信他 你就不要用他 但是你用他的時候就要相信他 然後跟他 然後從他中間 你能夠幫助你很多事情 事實上在這整個大環境的一個改變裡面 我都受到就這樣的一個 不同階段的一個刺激訓練 養成到我今天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可能有時候跟一般人比較不一樣 大概這個就是跟我自己 過去人生裡面所經歷的事情 是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樣所導致的 但是我也很喜歡欣賞我現在的個性 所以很多人說 吳老師你每天這樣 看你這樣油山萬水 我常講說 我該做的是我還是要做 譬如說在成大裡面 教學服務研究 每一樣我還是照做 你該我教的書 我也一定是教 該我做的研究 我們也應該要做 該服務性的工作 該輪到你 那你該做的 我們還是做 一天還是24小時 你就要怎麼來應用你這樣的一個時間 然後去做 認為你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做了這些閒暇之宜 除了在正常的一個工作裡面 你能夠投入以外 我一直認為說 任何一個人 今天下次公有 上次如果醫學院來說 院長或是校長 如果有多餘的時間 我一直認為一個人 應該要走出這個象牙塔 走到外面 去融入這個社區 去做一些 不管你喜歡做什麼工作 做一些volunteer的工作 我覺得一個人 當你很establish之後 當你穩定了以後 應該去做回饋的一個工作 這個是我人生裡面 一直告訴我的 就是說應該多做 這樣的社區服務 回饋 不求回報的一個工作 我想你會工作的 會覺得很愉快 你如果當你 你看每個禮拜天 我們去工作 筋疲力線 大家留個滿身答案回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心情特別愉快 所以回來的時候 晚上如果你還有經歷的話 你寫起文章來 可能也是一個 我認為還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這個在人生的歷練裡面 每一個階段如果能夠把握住 然後去做對的事情 我相信對你的一生也值得了 好 那時候你講的好長的這段時間 就是你想要再濃縮 對 如果想要再看 像這樣前面一樣 就是因為 過去一期 最後一年來 你剛才講是 大家看你自己的大問題 你剛才講是 你的教授 你就是要參數 所以參數你想要參數 看那個 看那個 參數的 再短一點 再短一點 是嗎 對 再短一點 就是我們如果 就是要剪袋子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我們分手 那剛剛講的其實不只我們分手 對 我知道 來 我們現在想要從一個台北人 從一個台北人再一向就需要 回到台北 可能不只是17年 現在這樣不只是 你就不用想 而且你踏邊這個 因為你做了 環保工作 再一次講 然後後面就是你的人生幫忙 你覺得做避難做 對 輸出這樣 OK 我可能需要一個結束 結束的 會比較好做選擇 好 不然因為我們不太喜歡幫老師剪輯 因為剪輯會有去 其實很容易去 對 好 所以你是不是從這個 做一個協議就對了 對 同意就在國外當台北人 然後來台灣 然後進來 剛剛想個月來做台南 所以大概 可能會去年 OK 好 所以現在只是針對說 在台南這一段 就是你 就是你 我希望 你從國外 剛剛那個標準 喔 喔 那老師你講一下 我準備一個講 我準備一個講 就講EG這一段 剛剛講一段 好 那你希望講幾分鐘EG這一段 那沒關係那個就是歷史 沒關係 喔 就是EG這一段 好 我 回國這一段 就是我們從沒有講 不要台灣 跟這個像從武漢 因為你前代都要講 你剛才有沒有要做演講 那個歷史好像沒有 沒有 因為我回來對不對 事實上EG系就已經 醫學院就已經幫過來了 我 從EG系 因為我知道大會老師是在科技 大會 對 科技大會那時候是早期 但是我回來的時候 EG系已經在 剛好成立沒多久 就是他們都在EG系這個地方 然後最後才翻回 醫學院 但是我來的時候 就EG系就已經在那邊了 因為已經成立了 我是19 我回來他們已經 EG系已經用三年了 只是那時候沒有 回來那一段還沒有 好吧 我講我回來然後 好 那個我在92年 大概回到一月二月的時候 二月的時候我到陳大來 那來的時候大概 我記得我還滿清楚的是 我來的時候我開了那個車子 然後到台南來 然後那時候 吳阿林系主任說要來接我 但是我事實上從下了高速公路以後 我才知道說台南的路 其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直 那麼走 後來我一直走 從我現在如果回想起來 從永康下來以後 一直走到西門路那邊 然後後來才問人家說 陳公大學在哪裡 才繞個老半天才到陳公大學 這個建國校區來 然後那時候 就是吳阿林系主任的時候 就當然來迎接我們 然後我們到四樓的 現在的四樓簡易餐廳 簡單的用一點東西 然後就開始我的 這個在EG系的生癌 那當然在前面幾年 我講過 大概就是跟大部分的老師一樣 來當然有一點惶恐 然後因為那時候 EG系也剛成立不久 那很多專業的臨床的老師 大概比較少 那我唯一被指定來 就是教臨床微生物 那時候也都還沒開始上課 所以我大概第一寫起來 就開始準備了 就是如何來教這些臨床的一些課程 那當然教了 當然要跟研究又要結合在一起 所以整個研究的體系裡面 我除了EG系過去在博社後 研究員的一點簡單的一個 孤超感染的工作以外 緊接著我就是跟整個 我們在台南這邊的臨床 整個一個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當時也當然認識了幾個 在這邊的一個醫生 從吳道友 從過去一個很基礎的一個研究者 然後開始慢慢同步 所以到今天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teamwork 當然除了A型研究菌 現在組織在整個醫學院裡面 有很大的一個團隊 另外有優門感菌 也有大腸感菌的研究團隊 另外還有抗藥性的研究團隊 所以過去一二十年來 當然我的研究論文也都是 跟這一些有很大的關聯點 但是我總是 當然是希望是能夠來提起一些後進 那也希望跟很多的臨床老師在合作 那我真的很高興看到 有很多的臨床醫師 從過去從講師 然後到助理教授 到教授 副教授 教授 那都跟我們研究都結合在一起 真的很高興看到很多老師能夠成長 然後我也一起跟著學生在 或者是合作的老師一起成長 這是我在成大很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 那在成大這幾年 這麼多年的裡面 當然中間我也擔任過 做兩任的一級系的系主任 第一任 我應該是在1995年2月 那時候吳阿林系主任是因為要出國半年到英國去進修 那學校那是在黃坤妍院長 也就是appointment 那時候也沒有透過林選 就是指定我就是要來做這個一級系的 那時候叫做代理主任 因為他剛出國 那一級系雖然run了幾年以後 那當然有很多的問題 也應該要慢慢的整個一個浮現出來 也就是老師的缺乏 那學生的未來 然後加上自己整個系的一個制度 因為過去吳阿林教授當然創系也花了很多精神 那到底他是屬於生化所的老師 所以他也花時間在一級系 但是沒有天天在我們這邊 所以他偶爾來看一下 當然有問題解決 但是我想有我們自己的人在這邊 然後來看 所以在我第一任裡面 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去訂很多的規範 那現在想起來這有些規範到今天 已經一二十年過了 我覺得還蠻管用的 那最重要就是說 一級系是在不同的建築裡面 不像醫學院醫學系的基礎的這些老師 在這個建築裡面 所有的一級系的老師 在不同的建築裡面 水電包括一些維修 基礎的空調設備 都要靠一級系的這個維護 自己來維護 那你也知道 系所經費永遠是有限的 以一級系如果以今天來說的話 大概超過將近一百台的這個冷氣機 你可以想像得到 每年的維修費用要花多少 每年的這個冷氣的淘汰換信要多少 不可能是由我們系所經費來支付 包括還有其他的維護的一些事情 所以當時我在任的時候 我就提出說 只要你有研究經費的人 只要是屬於你名下的研究經費主持人 你要透過系主任蓋章的話 大概就是要堅證3%的那個費用 然後來當做一個 共同儀器的一些維修 那行之有年到今天 大概十幾年下來 我相信這個給一級系 帶來很多的好處 因為大家都知道 儀器是越來越多 那維修的費用是越來越龐大 任何一個老師大概沒有辦法 來無力來支撐很多的東西 所以也就是用共同的基金 來促進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我認為是滿值得的 那此外當然有很多新的一些規範 也我在我任內裡面 第一任的時候也達到了 另外為了促進整個系上的一個 大概和諧 然後或在醫檢界裡面有一些聲音 所以當時我也邀請 系上幾位老師共同來撰寫一本書 也就是這個檢驗的一個概論 那在1996年我們也出書 那到今天這一些一直還在再版中 那我覺得也滿高興的 至少從系裡面也能夠看到 有這樣的一個 共同的一個結晶出來 另外在1995年 我們早期吳哈林那時候 當系主任的時候 一直希望說 醫技系能夠醫院能夠結合在一起 那當時因為病理部 有他們自己的一個想法 始終就不願意釋放出來 那直到蘇宜仁教授 來當病理部主任的時候 那當時那時候我也接下系主任 然後這兩個就一拍集合 就是共同來變成說 我們醫技系的老師 就是有部分的老師能夠堅任病理部的教職 堅任醫檢師 當時有叫做什麼堅任記證 後來又叫做堅任總醫檢師 到今天十幾年下來 大概十五年下來 大概現在目前的title是堅任醫檢師 但是我想這樣兩邊的一個互動 兩邊的一個合作 我想造成一個雙贏的一個局面 這個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很多的研究 也都是因為有跟醫院的合作 有自己有在親身在involve 在臨床的工作裡面得到很多的回饋 我想這個是在我第一個階段裡面 我做了一些部分的工作 第二個階段是在98年到2001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醫技系剛好成立研究所 研究所的時候 那時候在大家老師的支持下 要叫我回鍋再來當一個系主任 當然我做系主任的時候 重要的就是如何引進更多的資源進來 所以我當時也提出 跟企業界有做一些募款的動作 然後募款重要的是在支持學生 不管在畢業 有畢業的時候 有一些微生物獎學金 或生物獎學金 都是透過當時大家的幫忙 然後來促成這件事情的 還有另外就是我們的系友回良家 也是在我那時候就是定開始在建議 所以現在大家在大學在評鑑的時候 大家都要求說要有系友回良家 事實上我們醫技系 在我那時候任內的時候 已經有做了這件事情 也就是系友回良家 定在每一年的三月的第二個禮拜六 所有系友大概就會回來 包括今年也是一樣的 雖然醫學院的週年跟這個 有一點時間上不相混合 但是後來我們也是同樣做了這件事情 也是兩次都有在做 我想這個是很值得的 因為當醫技系這樣一路走下來 也將近20年了 這個20年來有很多的畢業生 事實上在業界 然後在教職工作 都有相當傑出的表現 我希望都有能夠有這樣更多的人 能夠回到自己的母校來認同 我想這個是 我認為是蠻值得的一件事情 此外現在大概有很多的 醫技領域在醫檢視當然也不是那麼足夠 所以我也說服有一些企業 能夠接納我們的學生 有一天他們要出去走生技產業界 然後透過他們暑期大生暑假的工讀 那時候也跟產業界有一點結合 所以現在每一年我們有很多的學生 也到企業界裡面去實習 那實習的目的就是看他們企業怎麼經營 生技公司 他們怎麼來經營這樣的一個事業體 讓學生不僅僅只有在醫檢的專業以外 醫檢視的專業訓練以外 也能夠知道企業界到底如何來做他們整個的運作 我想這個是我在過去兩任當戲主任任內裡面所做的一些大小事 那現在回想起來也蠻值得的 當然重要的是把整個戲也改造了很多的時候定型以後 規章規範做了以後 讓後續的一些主管也比較容易來印作整個戲物 那這個是我現在回想起來也相當值得的一件 對我人生的經驗也相當值得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歷練 大概是這樣子 你會覺得有很嚴肅 你會像主管來講一個正義生 然後來講正義的那種感覺 因為雲章規範在做這樣的失效改變的時候 雲章規範很快的 那種很興奮 可是我聽到的一句 然後再講一句 你現在成立也是原則 沒有就是 你應該沒有熱騰去改變這個東西 對啊 我看不到那個 然後再講一個 鎮定先導 但我覺得好像沒有那種熱情 那有可能 如果我覺得你要想你該讓他進來 你看我問你 你看你 那個被你的熱情 應該是你老師 我覺得啦 我們所看的老師都是 都是比較有熱情的 就是我們 我們平常看老師都是 都是 我們希望老師是人 很有熱情的這樣子 OK 所以老師可以再算一點 然後我不要去背 我覺得你比較背東西 就是 就是你的臉應該是會笑 因為就是你的 兩人的 兩人的 戲族論 很重要的感覺 可是我看到的那種 就是我看到裡面 現在兩人就是沒有熱情 你在敘述沒有錯 可是你在回想一下 當時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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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跟你在做 那是一個感覺 是一個服務 對啊 一個對老師的服務 可是那個應該是背後的理想 我想要看那個理想 一定有他的問題 然後 我想要那個理想 OK 好 那個 當然我在 當戲主任兩任裡面 從1995到98 然後2001年到 2001年到2004年 那這兩次裡面 當然 我想我們戲上 經歷了這麼多年裡面 當然有一些問題 需要我們來規劃 那當時我一直認為 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是我們戲上 在很有限的經費裡面 怎麼去來應做 然後怎麼讓每一個老師 能夠有充分的研究 因為在當時 有很多老師都還是在 博士班做學生 我們很多老師 那他們也沒有研究經費 所以當時我就鼓吹 就是已經有 申請到研究經費的老師 能夠提供 說服他們 當然我自己也以身作則 當時我也是 每次都是那時候 經費拿到比較多的 所以每次抽成的時候 就是會有抽成 抽部分的經費的事實 所以在當時大家也無意義的通過一下 那就是這樣每年 在1995年這樣走下來 已經十幾年都這樣在運作 那我也很高興看到這個運作 到今天也能夠還繼續在實行 因為這樣子讓我們 一級系整個維修 基本上讓老師在研究 比較無後顧之一 這個是蠻 我認為是蠻重要的一個 提供老師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另外就是 老師是很漂亮 我想讓你說的 對 這樣 書話這樣就比剛剛在念稿好多 來 不知道是讓老師講的這麼久 你一開始沒有預期 我要排在這邊 你排在不下去 對啊 那沒關係 其實我也沒什麼準備 講實話我就是 我知道你不需要準備 還是老師需要準備 因為你很隨便 沒有 我是就是 有什麼我就講什麼 只是我就是比較不會 很有系統的 有些想到什麼 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我已經 在製作一個 對 對 那你要重複剛剛我講的嗎 還是 那已經方便了 剛剛那個老師跟 你剛剛講下一個 你剛剛講什麼 我剛剛講那個人 OK OK 另外就是在 除了對老師 當然我們提供這樣的一個 經費 當然每個老師大概會 減少他的整個經費的使用 但是我想換得來的 大概是更多的 大家的一個掌聲 因為有這樣的運作 另外也是跟老師 比較研究有關的 事實上也就是我們能夠 join到臨床病理這一塊 那也就是蘇一仁教授來到成大之後 因為過去幾任的病理部主任 他們對於醫技系的老師 join到醫院裡面 他們並不是那麼主動 那蘇一仁教授 然後當時我也在任內的時候 極力促成這些事情 我覺得現在回想起來 跟我們所有的老師的研究 當然目前我們有六七位老師 七位老師已經也參與 這樣病理部的工作 我想對他們的研究 不管在教學研究上面 絕對有實質的幫助 然後進而衍生到 現在很多的病理部 也有我們的堅韌的老師在那邊 所以也跟養邊 從教學跟研究 兩邊都是一個互惠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值得 這個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 我們投入的一件事情 那對於學生方面來說 好 那對於學生來說 當然我們系的學生 大概都相當優秀 每一個人的志向也許不盡一樣 那我也可以看到很多的 問題 因為學生大概 我們的學生畢業生 有一些不一定從事異檢食 所以當時我也認為說 有些人會從事商業 所以我就找了幾家生技公司 然後讓我們的學生能夠暑假 能夠到生技公司到公讀 特別是在大三的暑假 這個績效我是覺得 也得到很多企業界的認同 因為他們認為我們的學生 到那邊表現得相當的優秀 然後他們也可以重重學到 我們學生的很多的優點 當然相對的我們學生也學到很多的優勢 另外對於很多的畢業校友 那也在我第二任的任內 我也積極推動有一個叫做 系友回良家 然後現在已經變成是 當時我們就界定說 每一年的三頁 第二個禮拜六 是我們一季系的系友回良家日 所以我們所有的校友都歡迎 在這個時間點回到 那做了到今天為止 每一年 你看我們一年也不過二三十個學生而已 到每一年來參與的 最多的有到百位 一百位 那你也可以想像得到 基本上是差不多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學生都回來 那現在當然回來 看到這一群過去我們教過的學生 每一個都很有成就 那我覺得我們老師也已有榮焉 這事實上是很高興的一件事情 然後這樣子也能夠更凌記這個系所 他們回歸到自己的母校的意願 然後未來有很多的老師 也可能再投入我們自己的教學工作 那以現在來說 張錢花老師也是我們第二屆的 一季系的系友也校友 現在也回到我們自己系上來從事教授 那未來我們希望更多的人 能夠回到我們系上來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你剛剛講到那個研究部分 你現在就是以後 你都已經是變了 對 對 現在 我再把這個系統把它關掉 你也是其實 我是不是去從事教授 你剛剛講的是 應該是一個人才是一個人才呢 有一個人才是一個人才是一個人才是對 從事教授 那邊這些人才是一個人才是 嗯 就是棋子跟林草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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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有什麼 因為我常常聽老闆講這個 在以前 一般老師有說 因為裡面什麼都沒有 剛剛那個大哥什麼都沒有 之後比他還剩下了 算一算算一句 那個二三四個教授在那個地方 對阿 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半信尊位 因為那時候什麼都還沒開始 反正現在一個很好的默契 那當你後面晚一點才是 就是你來的時候 是不是跟季老闆還在一起 沒有沒有都已經斑斑 後面 我現在是後面來了 我不是在那一段 你剛剛講的那個 沒有就研究了這個部分來看 當然我也很高興 事實上是很高興看到 我過去這樣一二十年來 再成大的一個成長 那當然更高興的是看到 過去跟我們合作的一些 現在是教授 現在是教授 過去剛開始的時候 他恐怕都還沒有教職 那從有些從組織醫師 講師 然後到副教授 副教授 然後到教授這個階段 我看到他們的成長 那真的 這個是共同大家在過去 一二十年來努力的一個成果 那我個人 因為我是過去 也很多工作都跟臨床結合 所以我很喜歡 跟臨床的老師在一起 那在醫學院裡面 當然也常常聽到說 臨床基礎常常不合 這個兩個老師要合作 當然是滿難的 事實上是很難沒有做 但是如果能夠多透過溝通 現在當然我們在我的歷史裡面 也有很多幾個成功的歷史 譬如說我跟喜伯祥醫師 也做油門感進的合作 那喜醫師跟我合作的時候 那時他才開始是講師而已 那時候在成大 那當然現在他已經是一個 算是一個滿資深的一個 也是特病教授 在成功大學裡面 那當然我們過去也跟柯文謙醫師 有很多長期的一個合作 那他今年他也升上教授了 因為當時我來的時候 他也一起還是講師而已 所以從講師升到副教授 到教授 我們可以一路看到他的成長 那現在的病理部 那個主任 那個嚴經周醫師 早期也是我們在 整個大量的合作下 當然他現在還是副教授 但是我相信 他身上教授是指日可待的 因為他的臨床 他的基礎的研究 事實上是相當的傑出 所以我也很高興看到這一群人 那過去的莊銀青醫師 現在在齊美當副院長 也都是我們過去很成功的 合作的一個夥伴 我想當然還有更多的例子 我只是在呈現是說 透過臨床跟基礎的合作 當然不只能夠提起這一些後進 然後跟我們合作人大家 然後我自己也在成長 這是值得很高興的一件事情 這個是在研究大家 這個負負責其力 這個事實上是 然後對我的學生 也有很多的impact 也有很多的 他們也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透過跟臨床的溝通 然後透過臨床的 事實上他們很多不是醫學背景的人 現在也會真正來投入到 做臨床的一些研究 那也是很值得高興的一件事情 其實基礎和臨床的重生 是怎麼會長進那個地方 那後來它就能夠推出一些 有不同的原因 然後你當作是比較正向的 那你覺得這個還是一些有一點 我覺得當然應該這個才 因為我剛才也講過 這個臨床跟基礎要合作 大家要怎麼講 要退讓一步 要退讓一步 臨床有臨床的優勢 基礎有基礎的優勢 但這個就是要透過 我認為一定要透過很多的溝通 讓大家彼此最後雙贏 而不是雙輸 不要緩目成熟到最後 常常有些人說 合作到最後是緩目成熟 那就不值得 那我也就是透過這些溝通 然後大家能夠得到一些 富裕的一個成果的時候 我想更多的人就都願意投入 所以我現在目前也還有很多團隊 特別是腎臟科的 現在也都跟我們結合在一起 做一些抗生素研究 抗生素研究 或者E.coli的一些 大腸感境的一些研究 也目前也很多的 這個activity在做 那當然有抗藥性的一些研究 也繼續做 U-門感境也在做 A.coli的研究也在做 所以事實上 我目前的這個團隊 事實上是相當的多 也讓我保持相當大的 很忙碌的狀態 當然這個 我還是要感謝 當然黃前院長過去 有這樣的理念 然後雖然中間也許有部分的 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但是有透過這樣的一個系統 然後這樣溝通以後 我覺得成果事實上是相當的好 這個也是我們醫學院 跟其他學校在比的時候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強項 我不知道我也沒想到特別 你要 以你這樣的援導來看一些人的優點 現在是一個很緊張的 有點主要的分析 我蠻好奇說 你覺得醫學院有哪個 覺得覺得很難 需要講的 想不可以講一下沒關係 再講一下沒關係 其實醫學院如果我覺得 就我個人的 這是我個人很主觀的一個看法 它的優勢 基本上是它還有一群 雖然就是從開研到現在 創研到現在的一群的 默默的一些老師 不管從臨床或基礎 他是默默的支持著這個 整個醫學院的一個運作 雖然他們現在也許都不是 一個幹部 理想幹部 但是他們事實上是在 有這一群人支撐著 這也是我擔心的 這一群人當然就相當於現在 醫學院走了25週年了 25年來陸陸續續有人要退休 這一群人如果一離開以後 當然我們過去的歷史 我們過去的苦幹的一些精神 我們過去的一些很多的理念 能不能在10年20年以後 繼續傳承下去 這個是值得大家去深思的事 我想我認為 這個醫學院目前走了20幾年以後 當然醫學院院長也責務旁貸 醫院院長他們也責務旁貸 一直努力要去改革 但是改革的時候 當然我一直認為 醫學院可以再多傾聽一些老師的聲音 當然現在事實上是有一些幹部 有幹部的會議 但是如果能夠多傾聽一些更多的老師 當幹部 當醫學院的院長或是副院長或是什麼 能夠多跟老師 以前黃顧炎常常講說他在四樓餐廳 檢疫餐廳的時候 常常找老師聊天了解 各個醫學院老師的一個想法 跟學生的座談 跟學生老師互相的一個聚會 我想這個是值得鼓勵的 這個才會有真正的聲音出來 如果從幹部裡面只傾聽部分的聲音 大概會有一點以偏概全 對他整個施政的理念大概 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這個是我覺得 目前好像可以再改善的一些地方 那你跟醫學院的關係 你跟醫學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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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但是醫學院 好 我如果要講 我想醫學院當然我來到現在 從過去到現在醫學院的院長 跟醫院的院長從來 聽說從來沒有好過 當然我想重要的因子 就是在注重醫院院長有他自己的理念 醫學院院長也有他自己的理念 但是我想現在 現在現任的兩任院長 醫學院的院長跟醫院院長 大概他們比較能夠互相來搭配 互相呼應 所以現在應該是比較沒有那樣的問題 但是這個沒有那樣的問題 我想還是會有問題 我認為的問題是制度死安 我們的制度 就是前者有一點不清 我認為前者有一點不清 才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影響 也許現任兩任院長 兩位院長是沒有太多的問題存在 但是在他的醫學院院長下一任 換了另外一個人 或者是醫院院長換了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會不會有影響 我想還是會有影響 以人為本的這樣的一個位置 大概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正本清言還是會回到制度面 制度面要怎麼去建立 我想當然這個是有待可以去考驗 這整個我們的不管是委員會 各種臨選委員會也好 或者是從校長的層級 從一個大家長的角度 怎麼讓那個制度更合理 更屬於因為我們的醫院的定位 是在醫學院的附設醫院 這個定位如何來貫徹在某些方面 能夠充分的來互動 充分的合作 能夠一加一絕對是大一二的情況下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成功大學 唯一的一個優勢 因為能夠跟清大交大來比 大概醫學院跟醫院 是其他學校所沒有的 這真的是我們的一個強項 我們希望能夠擁有它 而不是一加一小一二 那這個是我們不喜歡看到的事 歷史的故 其實我差一點要離開陳達 你們可能不知道 我差一點要離開陳達 我那時候在吳阿林當 那個代理院長的那個階段 那個是王乃山那個階段 我是差一點要離開陳達 後來 你有沒有講這一段嗎 老師可以自己選擇 其實我們是希望多一點故事 就是不管是您的 或是不在那一天 在那麼多時間的 我覺得 老師有覺得那幾天有趣的 我會覺得難忘了 上次去找他 對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很多都是 所以比較硬的東西 如果在過去 其實在陳達 這麼幾年下來 當然陳達有 醫學院有他 屬於他自己的傳統 但是傳統隨著現在 老師的人數增加 然後有一些元老繼續退休 讓我們有時候 在想起這個的時候 過去我們常常會有聚餐 所謂聚餐就是以前 現在的地下餐廳 過去基本上是大家習慣 不管每個老師 反正都不約而同 就到地下室去用餐 這個大家都做到自助餐 然後就是每天中午 我們就會聚集在那邊 但是這種場景 大概現在也看不到 因為現在隨著這個地下餐廳 改造以後 整個的營業的方式 跟過去大概也不太一樣 所以大部分現在的老師 也不常見了 這個是我覺得還蠻可惜的一件事 不然有時候 像我們這些也沒有做主管 有時候對醫學院 發生的大小事 也不一定清楚 所以如果能夠透過中午 大家用餐的時間能夠 寄在一起聊聊天也好 不管談什麼都可以 當然現在這個已經看不到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過去我都會參與這樣的一個聚會 所以以前林明德教授在的時候 他們常常就有一點在開 我們這換集就有點像開中常會一樣 大家在那邊聊天無所不聊 國家大小事到醫學院的大小事 也通通都無所不包 所以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另外過去也有一些 事實上在醫學院 有時候也會聚餐週六的一些seminar 大家偶爾也會在那邊聊 各種每個人的研究 當然現在有不同的形式來取代 但是因為現在是有時候在講堂 第四講堂來呈現 但是跟過去那一種無所不談 好像也不太一樣 這個是過去的這種點點滴滴 事實上是我都有經歷過也參與過 而且我還蠻enjoy這樣的一個學習方式 過去在每一個學院 大概特別是我們醫學院 大概有時候也會辦集體 有一些retreat 事實上在醫學院裡面 我一直鼓勵 也許我自己喜歡玩的人 所以我一直覺得應該要鼓勵 多一點retreat這個動作 雖然我們在醫學院空間不是很大 大家在同一個病院 甚至同一個戲所 但是每天要碰面講實話很難 很難 唯有透過到野外到戶外 大家都觀察到那邊 彼此的互動機會可能會更大 透過這個溝通很多事就容易解決 這個是過去在醫學院 不管是哪一個所 常常都也辦很多活動 基醫所也有辦這樣的活動 醫技所也有辦 各個所都有辦 現在這些隨著時間的演變或經會 大家都一直說 現在唯一還持續在辦的可能是只有維民所 所以維民所他們維持他們這樣的一個傳統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 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學習模式 大家人彼此間的距離拉近以後 我想有助於很多事情的解決 這個當然都是過去的一些往事 這種往事是不是能夠一一再呈現 那是有待現在的經營者能夠來做這樣的事情 請問一下 小先生你剛剛好像叫做說你會 你為什麼可以更加理 你又聊了一件事情是不是 OK 好 如果談這件事情大概 我記得那個是大概是在 大概是2000年的事情 2000年 那時候我也 我是98年身上教授 1998 那2000年的時候 當然我們的研究到某個階段 就會有一些瓶頸 那最重要的一個瓶頸是 當然很多空間的不夠 跟設備的不夠 讓我感覺上是很沒有辦法接受 大家都知道科技大樓那一邊的建築 那個電力 那邊沒有不斷電系統 沒有不斷電的系統 那空間當然很極限 那沒有不斷電系統 對我一個做研究的老師來說 事實上是一個很大的痛苦 我存了很多的細菌 很多的菌種 從醫院這邊拿過來的 這個從1992年 我回到陳大開始做研究工作 我就一直保留這些菌種 但是你也知道 台南的電壓很不穩定 我們那邊的電源 常常看斷電的話 冰箱 零下80度冰箱 如果一斷電了以後 如果停留幾分鐘還好 如果一停半天幾個小時 你也知道 在那個環境裡面 我的菌種馬上就死亡了 當時我也透過很多的不同的管道系統 透過系主任 去跟學校要一個不斷電系統 學校都說沒有錢 可以支持醫技系 來做這個不斷電系統 我覺得這個是不合理 做一個biomedical science的一個單位 怎麼能夠有不斷電 不能有沒有不斷電系統呢 我們做的大家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當時就很氣憐 然後加上當時我自己的研究空間 我自己的辦公室就是小小的一間 然後跟著我的助理學生都坐在一起 就是一個人一張桌子就對了 我覺得也不盡合理 當時當然長庚大學 就是一直在極力的拉我 包括他們當時的校長 然後教務長 然後包括當然他們系主任等等 很多老師都一直 所以我當時就提出一個很簡單的訴求 我提出很簡單 我也知道在成功大學的理念 你不可能為了薪水來增加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誰都沒有辦法 因為這是公家系統 我要求的只是做一個不斷電的系統 幫醫技系不是幫我個人 醫技系來建立一個不斷電系統 然後讓我多一個office 就是多一個office 然後增加一點實驗室的一個空間 我就是這樣小小的一個要求而已 當時當然幾次弄到學校也被博 我有一點被迫 醫學院醫院大家都知道 醫學院的空間也很有限 很巧的就是當時就是幾個 當然常常跟我們在一起的老師 譬如說林明德老師 罹患藥 林乙型 一直說服我說不要過去 我說我的理念就是很簡單 我也不像說如果我今天是在基礎 在醫學大樓裡面 你有不斷電系統 我的菌種可以有保存 我的東西可以有這樣做的話 我相信我也不會離開了 因為我不是一個想要很想賺錢的一個人 因為台南到底有他 我可以花花灰的空間 不管在學術也好 然後在這整個一個環境也好 我也喜歡生態保育 剛好那時候我還是現任的 師門的理事長等等 我覺得是說我應該留在台南 但是現實的環境逼著我是說我會離開不可 所以後來也就是那個 林明德教授 那是剛好他當時當機器所所長 他說烏老師你不要走 我從機器所裡面可以提供你 雖然不能讓你現在整個前戲的一個 這一個不斷電系統 因為當時他也沒有那麼多經驗 機器所根本也沒多少錢 他可以先買一個不斷電系統 來 support 我 是說萬一你停電的話 至少能夠 walk on 就是然後我們再進行這個 跟校方來爭取 另外這個實驗室的空間 就是說或者我的 office 的部分 那時候透過就是吳華林 吳華林院長去negotiate 就是現在我現在在十樓的一個空間 十樓以前是黃坤正的辦公室 後來又空著 當時戲主任 那個戲生從科的科主任是戲職利教授 後來他們negotiate同意 同意之後我才沒有離開 但是很巧的就是說 他們本來我是應該要去簽約的 就是要到長坤去簽約的那一天 突然我在路上的時候 我的大科大突然想了 就是他們可能醫學院院內同意說 他們可能有幹部會 同意說我可以 他們願意提供我空間 所以我才沒有進行 不然我今天 從2001年大概開始 我也應該離開成功大學 我就到另外一個學校去做研究了 所以這個整個來龍去脈 這個也是因緣際會 所以我跟好像陳大也很有研 然後當然重要的是 就是有這一群很好的朋友 大家在一起 無所不談 那他們也極力稅務 當時的這個醫學院的宴場 然後來提供這樣的空間 讓我留下來 然後也能夠繼續 然後能夠再陳大服務 這個我也是很感激這一群幫助我的人 這樣 好 那個就是這樣子 還有什麼要 後面我們還有五分鐘 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如果要錄五分鐘 五分鐘是 畢竟電視節目很上級 那就是 他只給觀眾五分鐘 提供的時候 我想要五分鐘可以講到 老師的人生觀 作弊才說 就是我的人觀 很簡單 不用你解釋這些東西 就是人家 花兩句分鐘來解釋你的觀 可是我是希望 你又從 因為他在台北人的一段 所以是你們 非常非常 很想 莫非要講一程的狀況 這樣 好 我想要去 好 對 你剛才也講的蠻多的 我覺得 所以現在這一段是要講比較感性的話 就對了 做一個 好 老師可以稍微講一下 我們要稍微講一下 你再再… 你再再… 再… 再… 來… 好 好 都… 好 好 好 這是… 好 你剛才… 一分钟或三分钟有些想象征端 因为后面的重点是在想象征端 做自己的 可以吗 还是要这样 你可以写的自己的 好 我想 像在我过去五十几年来 当然我也经历过很痛苦的日子 我所谓痛苦的日子 就是我在过去求学并不是那么顺利 但是作为一个台北人 然后也到异乡到美国 待在美国待了十几年 十一年多 事实上是十一年多 在这整个一个信念里面 让我当然也学会到很多 我自己应该做独立 应该做很多判断的 我一直认为在人生里面 就是当你告某一个段落的时候 当你在不管在求学就业稳定的时候 应该要投入在社区的服务 在这整个一个段的历史里面 我也希望说每一个人 都有一些值得回味的事情 然后在不同的阶段去做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常常告诉我自己 就是说常常去做对的事情 那这个对 事实上是希望说 也许一时之间看不出 它的impact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希望说未来的历史 能够呈现这一段成年往事 让我们的社会 以及我们的知子孙生 能够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 好 大概是这样 一分半 一分半而已 要再短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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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是没有讲述 只有所有的事情 只有MT 那我今天不能看看 我知道 你就往下看 我就会打个热情 我们做这些节目的 因为最后有机器 要看 看什么 你那讲这些 你那是一个人生观 你那是 没有搏一点 没有搏一点 所以你现在是说 还要再短一点 是吧 精简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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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老师的讲 你在有热情 你刚刚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后面有意料 他就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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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只要看你 有没有什么热情 他唱热情 会觉得 比较像生的一样 而且他 因为你那边感到你的热情 因为第二次 就是 他你逐个讲 去三文维子 只要听他讲 他只要看感 那感觉也真是 对 哦 对 所以老师可以来讲一下 因为我这个不是看稿 然后就是自己感觉讲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 我也前后大概 对啊 所以我们还会让老师 读到那边 那我会 看一看来 你刚才能这样 因为有的 一开始 我们其实一开始录了 那一整个 虽然是五分队 但是我老师都是 讲话的 蛮 蛮 你会有没有 就 他在讲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就开始 从讲到主管的内容 开始就 变硬了 变硬了 好 我想我就开始 我想我来台南大概也十七八年了 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经历过 但我人生很多辉煌的事情 我能够有机会来参与保育的工作 我能够有机会来参与 这样的古籍解说的工作 我有机会来这边教书研究 然后做很多设计性的服务 我觉得人生事实上是相当的美好的一件事情 那我在我的人生里面 我也一直强调 我一直要做对的事情 那在做判断的时候 当然每一个人 是有自己的自我价值观 对的事情 你就立即去做 绝对是对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 哦 有 时间的话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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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再长一点 相加不到一段时间 再多一点点 好 其实我不要看这些 看 看才可以 我 对啊 因为我每次讲也都会不一样 因为也不是造势 那就是 因为我们以前在做的学习 因为我已经做了自己的老师的教育 老师讲的 你永远找对的 但观众是不是都会亂教 所以他本身没有任何人 那有他在讲 那如果就要很愿意 那这样 正一场 其实一般的事情 是一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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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我们现在放到的事情 是一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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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时候这样在表达上面也很难耶 你要用很短的时间 然后去抓住 当然你这句话是这样子 但是你要怎么 要怎么 有些 evidence 来 support 对 不容易啊 电视拜计是很 有些人 他就是要帮观众生理中心 这边 这个结果 那个重点有可能是参与 参与 然后有点参与 然后有点很重 所以电视跟电影 他就是电影 参与的参与 因为他的观众是对象 这一般 他就是去 他参与 他参与的参与 因为这个学校中 是参与的某种传统 他参与的参与 他参与很多老师参与的参与 那当然没有时间 会提及的参与 你是不是参与的参与 那你还是 你参与的参与 那你还是 你参与的参与 但是 那你刚才会提 会影响到 实际上对你的观众 对 对没有错 好 我随便来做 就做一个总结 那 我觉得我在过去的 这一段时间里面 当然从自己的 小时候的一个成长背景 然后加上在出国的历练 然后让我培养出 我真的是自己有独立判断 事情的一个能力 基本能力 那在闲暇之宜 当然我们也投入很多的 社区的服务工作 那过去我也做过 这个古籍解说 在台南也做过古籍解说 也当过保育团体的理事长 那我一直也觉得 在教学服务研究的一个成果里面 我们作为一个老师 也应该积极投入 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在做一些自我判断 然后根据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去做选择对的事情 所以我们五十多年这样走过来 我一直觉得我不需此行 因为我觉得在成大 这么多年的一个生活里面 我事实上过得非常 很有意义的一个生活 这样子太短了吗 还是 这样子没有重点 没有重点是不是 原先人家在讲 原先人家在讲 原先人家讲的不大自己 你觉得这样 我如果要看来看 我又认识你了 如果这个影像放在哪里面 大家来看 那是自己的老师 所以你讲 那是自己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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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自己 哪去了 那那是神也在 也是自己的老师 那是自己的老师 那 Fellow 所以我覺得你現在講話為什麼要打開你的程序 因為你剛講講明星或者說 因為你講到你程序 他現在講你的身材 因為你剛講的就是 他現在也是在吃人玩又在做什麼 可是你最近看到這樣的 對 我真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這段就是結尾 所以你這一段就是結尾 很感激 因為你自己感激 所以你參加很感激 那這個感應希望讓他接受 現在會很感激 因為大部分的老師 九成老師都不一樣 你要加強的很感激 因為他一輩子過來直接處理就對了 那你剛好是女性 你不屬於直接處理 對啊 好 那 那你會希望帶來感激 你剛才有女性 因為你不覺得別這樣 所以剛剛不想你感激 可是有感激 我還想說感激 你的感激跟女性 OK 我想過去這麼多年來 那當然我在我的成長背景裡面 從小到大 除了在家庭交易以外 另外大概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社會教育 讓我學習到如何來成長 那在成長過程裡面 我相對的我也投入到很多的時間 來做一些對於從事社會公益的事情 譬如說保育團體的工作 或者古蹟解說院的工作 那這個都是我積極投入的一個社會公益的事實 那另外當然在教學研究服務上面 我也積極投入 所以事實上是在我的人生過程裡面 我一直覺得這是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 那也就是我在不同領域裡面 常常做很深入的投入 然後造成我今天能夠站在這邊的主要原因 這樣很硬 很硬是不是 對 非常硬 為什麼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不然可能要寫一下我看看 看一下很硬 這個 這個 看看 他目前要有熱情的法 因為沒有熱情的手就會出來 是嗎 我喜歡有動作的 因為我覺得有動作就對了 因為我覺得有動作就對了 這個都市的魅力在什麼地方 你剛剛有跟我講魅力 這有魅力在什麼地方 我們先了解一下 沒有了 如果這個城市基本上它的魅力 它沒有像台北那樣很多的高樓大廈 然後它有它自己的文化的一個特質 那這個也是在很多城市所沒有的 那加上當然它有它的歷史的一個奄言 然後另外呢 因為它早期還沒有被開花 所以有很多的這個生態環境 事實上是其他城市所沒有的 那這個也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所以很多時間 在不同的時間 像譬如說 我常常在實驗室裡面做沉悶 或者在自己在 買手在撰寫文章的時候 很沉悶的時候 我就是喜歡自己 開著車 騎著車到鹽水溪口 去看看那邊的潭土魚 那邊的招潮蟹等等 因為人家退潮的時候 那個生態的美是無法形容的 這真的是 就是我常常受了這樣的 也很多很大的一個感動 自然界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變化 所感動 你看到他們在吃食物的時候 看他們在交配的時候 以現在目前這個季節 你看高橋人在下蛋 現在就已經有蛋 在下蛋的時候 你真的是很感慨 這個自然界怎麼生生不息 那如果以人的角度在看的話 我們又是一個人 我們也一樣是生生不息 然後你看到整個周遭的環境 每天大家為了某些在競爭 為了某些功利的事情 在積極在爭 那事實上是差距太遠了 那我一直覺得 人心胸就是要寬 要寬的話 你能夠有時候事緩則也 事實上是對我們在做人處事 你可以從生態的角度 你可以體會到這樣的一個觀點 那這個是 也是我很喜歡的一件事情 好 我大概講到這個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再講一下 你剛剛那是不錯的 現在的 因為大陸都是在打網球 對 那都是在那邊打網球 對 那個Toucher Walk的工作 那都是從 你要爬到那個街景 就是在網球 對啊 網球或高爾無球 他們的 我不會 我不會網球 對啊 我 我 高橋横 高橋横 他這樣下的 他會去的人 你都自己覺得 我都一個人去啊 我現在看 昨天前天我也才去啊 那這也是你的興趣啊 也是我的興趣啊 我也 你說我除了什麼 你說我除了什麼 生態 你剛實驗是做得很長的時候 對 對 那你還會從這個 還有什麼解壓的方式 我就是 早期就是看生態嘛 然後就看古蹟嘛 這個是我常做的解壓的一個方式 大部分的 因為在台南附近大概就是以這樣的 而且 因為台南距離很短嘛 大概二三十分鐘 我就可以到達我想要去的任何一個地方 這個是你在都會區裡面 很難找到像這樣的一個城市 那我覺得 它有它的優勢在 所以我 我也常常鼓勵我們的學生 特別是我們大學生 他也是從不同的城市來 那每天就是在城大來回校園裡面住校 或者住在台南市 離學校很近的地方來那一位 從來沒有去知道台南有什麼特色 也沒有去看過所謂的古蹟 也沒有去看過台南的很多的生態環境 這些點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實在是 不知道如何是好 花了四年的時間 什麼都沒有去過 那你來一個城市幹嘛 你只知道跟台北一樣的高樓大廈 那我覺得這個 它怎麼會認同這樣的一個鄉土 所以我常常在跟很多人在聊 就是說如果你要了解 這個人懂得愛鄉愛土的話 你就從自己做起 那你自己你要怎麼做去 你就參加你自己的社區 你如果說我不能做很多事情 我就讓你自己社區 環境社區 或者是都會型的社區 裡面從事這樣的義工活動 然後了解你當地的文化習俗 你今天如果以台南市 當然就是幾個行政區 如果以台南縣來說 那湖原相當廣 要山有山 要海有海 三十一二個縣市 鄉鎮 你有沒有走遍 你也知道隔壁的鄰居 在觀廟 它的主要的特產是什麼 你知道它永康 大灣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跟鄉土 你如果了解它以後 我覺得你就會愛這個地方 對 好 大概是我談的 我不知道 剛才有反而比較 因為剛才有反而比較 因為剛才有反而一講過 你要老後面講國藝學生 你覺得你是國藝學生 你覺得你是國藝學生什麼 因為我這每個課 我都在講說 他們就是要出去 他們就是要去看 因為特別是很多 來自於北部的人有沒有 我說你一生也許只到台南 就像我們這樣長期 因為你讀書的關係 住四年 有一天你回到台北以後去就業 人家不知道你在台南做什麼 你都錯不出一個所謂的 台灣 台南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只知道有赤坎樓 有安平古堡 還有什麼 因為這是大家 除了這個以外 你能比人更認識台南 這個是我們需要 告訴我們的學生 來這邊求學當然是最重要 沒有錯 就像當年我到會城 求學是很重要 我要讀學會是很重要 但除了讀了學會之宜 有時間之宜 應該要融入到當地的社會 然後去做一些志工工作 去瞭解當地 瞭解 所以我在美國 我也可以當古籍解說員 在Philadelphia會城 以前那幾年我在那邊的時候 常常台灣的旅行團來 我也能夠join 我也幫他們解說 在會城可以有什麼 哪些值得看的 哪些歷史的奄言 同樣的今天回到台南來 我也是這樣來做 我對台南的古蹟 我也是從 也不很清楚 然後到現在可能 比很多的台灣人更懂 更適當台灣的歷史 這個是我覺得 我還滿高興的一件事情 能夠做這些事 所以您就讓他順便講一下 你的人生觀 所以我覺得 在我的人生歷練裡面 我一直覺得說 在不同的時期 接受不同的挑戰 在不同的挑戰裡面 我也能夠選擇對的事情 然後利用自己 在當時的環境裡面 能夠提供的 這樣的一個人事物 然後做聰明的利用 然後來學有一些專精的東西 然後也培養自己 對事情的一個熱忱 我想這個都是 值得很高興 該做的事情 好了 我覺得後面那個結尾還是少一點 我覺得後面那個結尾 是他不大感情這樣 所以你剛講的比較 其實你剛後面在 在講那個 走過去那個 那段時間 說OK這個很清爽 然後你也覺得他 蠻好做 然後 鼓勵結婚走過去 我們應該就是 要做這一次 所以 看家外主題上 你不認識的 所以跟那個 那個之前結尾 後面講 對 對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 你讀到書讀到最後 就是要這樣子 而且我一直認為 特別是我們大學部的學生 應該都很有活力 那這個很有活力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 你如果不充分利用的話 你真的是浪費掉 時間過去了不會再回來 那你在你的人生裡面 如果有這麼一段時間 從台北的人 能夠到台南來讀書 或者是說我們從台南的人 能夠到台北讀書也一樣 你要去認識台北 因為有一天 你在回到你的鄉土來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來說服人說 我當年在那邊做了哪些事情 看過哪些事情 然後相對的你會更認同他 一旦如果能夠更認同的時候 你可以做更多的事 然後你對這樣的付出 你也就是義不容辭 很多在台灣 我想我們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就勸缺更多這樣的人能夠出來 那我想我一直覺得是說 從學生我們當一個老師 在做教育的時候 也應該多強調這樣的事情 怎麼樣 我們再講一次 就是後面那個人生 那邊做對的事情 想說我現在接過去了嗎 你剛剛前面講的一次 剛剛講到一段 所以我覺得 人生講的 有關 你做對的事情 你現在是要 就整個臨下來是不是 對 就講 從學人開始講到一次 因為你剛剛獨立一個人的事情 對 所以到你後面那個人 從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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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滿想接一下別人 現在的情況 因為我剛才講的這些 從國外 然後 愛鄉愛圖 你現在是要一句話呢 還是要一段話 還是 要三分鐘 你是變成三分鐘 那我變成就要再從頭再講 講一下子 所以你講 我會演一句 喔 因為我會從鼓勵學生 要講 一段話 OK 所以從鼓勵學生要 因為你也會 你也會去講 三分鐘 唯一圈 對啊 可是我怕你要 那感覺就沒有了 對我怕會 所以我現在不知道說 你要用哪一段 就是說 我其實要演這種標誌 因為我對你剛才講 我會講要的 那個時候 我覺得你現在 就是熱感 其實覺得 我們很早看到客人家 因為客人家都很理性 他沒有那麼熱 他真的這樣 很有熱感 他真的有氣味 你要像海中老師 有熱感 因為他已經被寫了 已經沒有效 所以我們看到 可是我們做電視的 看到自己的人都 就是講很常 就是 因為老是老是 你他也可以講的 他也可以講老話 對啊 觀眾感受不到那個 他會繼續 感覺這樣 好 那就是那個 當你有手術 你覺得很熱 對啊 我說我比較容易用 我想要的部分 OK 所以 如果你可以這樣聽下去 所以我這樣感覺 我也不知道 同學都會講 鼓勵的 是 反正的 趁著的 那是 那是 現在我這樣感覺 我也不知道 那是 因為我剛剛說了好幾段 就是 我是想要再 再做入 一些 因為 潮目錄 就是會 亂起 亂起 所以我就很佩服你們 你們要去剪接 然後又要 要本人 就是不大願意當老師 做餐廳 因為餐廳幾乎 所以 因為你怎麼三年都沒有 要把那個 三次 然後 完全 因為前面是一個 或是 硬接啊 結果 所以 所以我只要在後面 訓練到 那 那 我就在三次 二次 我跟老是講 我自己講到最後的時候 兩次都 然後自己 他們都自己 因為前面講了什麼 東西 你會幫他做 那因為他媽媽沒有想要 還 你還有一個 做人生關係 很少會有 有標準 你剛好是在發音上 你說 之後就沒提醒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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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從學生那邊再稍微講一下子 看看 從學生那邊 我通常 我在告訴學生的時候 我通常希望是學生能夠走出去 能夠了解這樣的一個鄉土 那了解鄉土以後 未來有一天 他也能夠 當他能夠成熟 那個成家立業 家庭穩定的時候 也能夠同樣有相同的境界 能夠回饋到這個社會 那也牽涉到說 這個是在整個一個人生的價值裡面 那我想不同的階段裡面 會有不同的事情 在每一個人裡面 但是你就是要好好把握 當下的那個階段 然後做判斷出最對的事情 然後就立即去做 不要想說未來會怎麼樣 會後悔或怎麼樣 所以我一直覺得人生的裡面 事實上是要經過這個不斷的一個衝擊 不斷的一個成長 我相信 這個才是會被社會所重用的一個人 那在閒暇之宜 能夠多做一些社會公益的事情 那可能是更好 再來一分鐘 有什麼 我不知道 我會有什麼 看你缺討什麼 我就補什麼 我沒有準備 我反正我就是 因為準備反而會覺得 怪怪的 怪怪的 因為老師準備的東西 通通通都是我們要的 就是我們最近發展的感覺 他做電視人都不喜歡 像電視人他 他只能帶在觀眾的立場 他沒辦法聊 那麼聊 那麼快就聊 那加上我們這個檢文 他只是幫你做 一個戲 可是真的要放鬆去 如果說我一定要選擇 你們的意思 就能幫你 讓他做戲 然後就直接 地理性方面 你剛剛講的 他相信他 跟後面的事情 會不會這樣 對 對 對 他只是在行政之宜 希望能夠多做一些 其他地方 跟我講 對 你就是 大家都是 20週年選擇 好像很重感到 過了之後 對 對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的社會 這種組織 大家 這很糟糕 然後做任何事情 都會請政治 就是以這個主 那 剛剛有些人說 是存在工理很提前 那 你當你要創新的工作的時候 就沒有 像我們學員要做創新的 老師很難 跟你校正要做什麼 但我們要做任何事情 你就會這樣把你工 他說 他沒工作 他沒工作 他沒工作就是被打敗 對啊 對啊 這個也就是我個人 我剛剛講說 我到美國 為什麼不到生機公司 因為他是生機公司 他公司的立場 叫你去研發 做這個東西 你腦袋就是 一直想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不是我喜歡 我喜歡就是 至於海過天空 你不要管我 反正我該做的事情 我做完了 對啊 你要的東西我可以給你 你該什麼時候 該繳 那我就好了 我不希望別人來牽制著我 這個就是 他們幫老師做 就是為了 運輸一張的事情 對 你們 對啊 也是這樣 二十天 三十天 可是你不會再一年年 他就 不會 他就是 他那樣時間去 他老師 是 十六張 對對對 我每天都在做這件事 不然就是 所以 他們就覺得說 有時候是覺得 這個 滿那個 我以前的 學校學校就有 他們想做 師姐 喔 師姐 我以前如果 班的時候 像師姐 師姐 師姐 要做的 要在東方上 這讓我連師姐 師姐 就是 不要讓我想做 師姐 因為學校法師姐 就是 太陽面 所以 真的給他 那他 我也跟前後 我們有照過師姐 對 可是我最後 我發現師姐很常 因為 他後面有講 他嘴巴跟你講 你怎麼去做 你怎麼去做 這麼久 他要做完還結束了 這麼沒有人可以有自己 對 對啊 這也是很糟 如果這麼久 突然有一個老師 一來幫你做 他一來幫你做 我說你現在要做 這麼多人要做 一來幫你做 其實不會成功想做 因為 因為大家說很重要 打官司 幫你做完 就結束了 你沒有去 那剛剛說 剛過去 如果突然要做 一定有做 因為他自己珍惜的 一個事情 就是 一個 一個 他現在要做 又要做 又要做 教他要做 就是 很難看 因為我這麼覺得他是國寶 很難做 所以他還有在這裏方 我不是每次都要 國學他的理事 做人的事情 你這樣做很消失 但我們做人 這個很快感動 你不是用心在做 你不是 做了一切 結果就是要拿 對 對 說他就拿 因為我常常幫助 做人 做人 高養肌 可以 是不是很 從未加速到 什麼的樣子 另外一切 就怕可以跟大家看 看不到 可是我覺得 是在做你的意義 你的學生 那時候 很想要自己做 很重要的事情 對啊 那些人想要自己 他不想讓我們照顧 他們想要 他們自己 去哪些 對 對 他媽媽 對 我都知道 有一個比較很認識 對 我知道 我 我 我 他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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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他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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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句的會有句話 可是他們也有句話 那就是很不容易 因為等於是他話都直接不解釋的 就才會有句話 對啊對啊 那樣他才會生意到自己去看你 因為你不是已經不過做什麼 因為那是他有句話 他就有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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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滿心的那時候有句話 那時候有句話 因為像郭委員長那麼漂亮 他就有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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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現在易先生這個 整個宗廷都是宋委長那時候整個弄出來的 這個花言 他就有句話 他就有句話 對啊 他就有句話 他就有句話 因為我們資源 因為我們資源 所以他就有句話 沒有資源 對啊 他是事故都看得到他 好像是一種 對 對 我喜歡 對啊 對啊 而且他是中心點 他是事故都看得到他 對啊 而且他是中心點 他是事故都看得到 他 好像是 然後他就沒有 沒有人 沒有人像離一間教授 他願意去 對 做不好 就是 做一個很常人的工作 總務工作 我記得他離一間教授 他一直很想把他們的東西做 然後 其他人的餐廳 做一個 然後保持 對啊 喝咖啡 在那邊 長廊那邊 對 對 對啊 對啊 你當時也可能去拍攝 你的藝術動物 你可能要不說真的效果都 你結束了 可是你卻覺得我一樣是做 你的藝術動物業 我到現在還是一樣 那他們就是熱動物業 熱動物業 我對主管 你看包括現在林奇俄那時候 他當上醫學